圣经 让我门家心认识圣经 读祢有实乎 若蒙福音 与犹太人的争论和胎生的核子 圣史遥望选择技术 耶稣行的一系列神迹 是为介绍耶稣的新创造 耶稣是父的启示者 是新人类的创造者 由加纳到加纳的第一部分言论 显示了耶稣在圣经传统的体制里面 带来的更新 由加纳的第二个神迹 即是皇神儿子复活开始 耶稣他将重点放在人的身上 若蒙记录了一系列神迹 耶稣就借此来改变了人的状况 医治坦指使他能够用自己的腿来去行走 让饥饿的人吃饱 表明耶稣他是生命之良 是天主的圣业 这个是圣体的预障 圣体使人因为耶稣同天父而生活 下面的标记 即是神迹 就记载在第九章 记述耶稣遇到一个胎生的核子 我们在第六章 读到真饼神迹 和之后的言论 我们在第九章 读到胎生的核子 中间还有两章 而事实上第七章和第八章 在某一种的程度上面 是为隆重这样聚述胎生的核子作为准备 若蒙选择将不同的事件 放在某一些犹太节日期间 增顶的神迹 是发生在月月节的时候 而第七章就表明是另一个节日 如月节之后六个月的障逢节 正因为是这样 如月节在春天 六个月之后就是秋分的时候 耶稣再次去耶路撒冷 在圣殿里面遇到一些人 和犹太当局发生了冲突 在第七章三十七节 我们发现一个细节是值得关注的 在经历了各种遭遇和冲突之后 最后一日 最后一日也就是障憑节最隆重的一日 耶稣站在那里面遇到大声呼喊地说 谁若渴 到我这女来渴 犯信从我的 就如经上说 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光祸 但又回到了水的主题 耶稣他曾经被撒玛尼亚妇女 许诺永生的水 现在他宣布 由他自己将涌出活水 在犹太礼仪里面 将凭着最后一日的特点 是隆重的游行 师者由史罗亚水池拿水 将水带到圣殿山顶 沿着至圣所的墙壁 倾倒这些水 几个月滴雨未降 要祈求秋雨的恩赐 大地喝了 祈求雨水的恩赐 给大地带来生机 在隆重的迎接水的游行队伍里面 耶稣高声喊叫做 为的是要吸引人的注意 谁约喝 到我这里来喝罢 犯信从我的 正如经上说 从他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光河 可能耶稣指的是盘石上的水 压着赫尔先知 就以象征性的方式来去描述 由圣殿里面涌出的水 我就是新的圣殿 我就是那涌出活水的盘石 将赐给人真正的生命 这个时候 圣使插入了解释 他说这话 是指那信仰他的人 将要领受的圣神 那基山 当时还没有圣神 因为耶稣还未受到光荣 那并不是说圣神不存在 又或者世界上是没有圣神 而是当时还没有将圣神赐给人 复活的基督 在十字架的光荣里面 由他的心里面赐下了水 由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那一位被刺透的勒旁 流出了血和水 这些水是圣神的标记 由新的圣殿流出来 那个圣殿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也是圣事的水 是圣神的水 使新人类得以生活 这些说话引起了进一步的争论 在第八章的开头 即是怜悯淫苦的故事 这个故事在很多古抄本里面 是找不到的 很多学者认为 这个不是欲望福音的一部分 而是来自另一个传统 被插入到这里 第八章整篇是犹太人 和耶稣之间的激烈争论 冲突已经百热化 是耶稣的一个说法引起的 耶稣他说自己 我是世界的光 跟随我的 决不在黑暗中行走 必有生命的光 让我们通过不同的象征 理解这一段的话 在这段说话之前 耶稣他称呼自己是水 是活水的源头 现在耶稣还说自己是世界的光 照亮世人 达到圆满的生命 犹太人向耶稣提出挑战 拒绝他的启示 耶稣坚持地说 在阿巴郎出现之前 我就由 我是 我是自有者 是天主专用的名字 耶稣他将自己 同向以色列人 启示自己的主天主相提并论 他用天主的专有名字 来去指导自己 接着下来 他们就拿起石头 要拎耶稣 但是耶稣就隐没了 走出了圣殿 耶稣前行事 看见了一个生来核眼的人 第九章开始了 放了在第八章之后 也是非常之重要 因为这个是续篇 最初没有中断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是一个独立的单元 以脏膨折作为一个背景 在礼仪最隆重的那一天 耶稣他启示自己 是永生的全员 照世的真光 但是犹太人就拒绝他 想用石头 扔死他 耶稣必须离开 隐没 急步走出圣殿 以免被对手拦截 耶稣在一个黑盖面前停下 他是一个胎生的核子 第九章 第九章 就算插入到这个背景里面 也都是一个完美的序事单元 围绕着同一个主题 不同的段落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 开头和结尾前后呼应 而事实上 耶稣和核子在开头和结尾都是面对面的 在中间 在调查这位胎生的核子 如何复明 如果你仔细留意 就发现 这个不是一个治疗 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干预 若望他特别强调 这一个人是胎生的核子 不是后来成为核子 不是因为疾病 又或者意外而导致到他失明 这个是先天性的 他一出生就是这样 所以他看不到 在整个世界上 从来是没有听说过 有人能够给一个天生的文人看到 但就算在今天 那圣经验之后 他首先提出了关于罪的神学讨论 是他自己 或者是他的父母 因为他父母犯了罪 之后着重讲述耶稣的动作 耶稣说了 洗了 回来就看见了 那这个是一个讲述故事的例子 很多连词和一系列动词 一个接一个 描述性的成分很少 那我们首先注意 这个动作的奇怪的地方 耶稣他不需要具体的工具 就能够行其职 我们记得 耶稣对加纳的那位父亲这样说 所以在遥远的地方 耶稣的话语也能够产生效力 在这个事件上面 耶稣做了一个奇怪的动作 向地上吐吐没 这个动作本身并不是那么优雅 我们必须想象耶稣 他要弯低腰 因为他要将蚕磨和泥土混合在一起 需要弯低腰 耶稣他弯低身 用口水混合了泥 跟着拿起泥 抹在那个核子的眼上 我们注意到 这个核子 他并没有向耶稣祈求的什么 他是一个可怜的黑盖 坐了在圣殿的门口 是耶稣看到了他 他什么也都看不到 门徒就跟着问耶稣 是他 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 是他生来核眼呢 耶稣这样回答 不是他犯了罪 也不是他的父母 而是为叫天主的工作 在他身上显扬出来 没有经过那个人的请求 耶稣就行了一个神迹 将来抹在那个核子的眼上面 跟着叫他去洗 如果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的建筑架 就会知道这位核子将会遇到了什么困难 现在他在圣殿的门前 但是就被派到去史罗亚水池去洗 那史罗亚水池是很远的 而且还需要经过老城的几个小巷和台阶 耶稣并没有简单地叫他到最近的可以洗手的地方 而是派他去史罗亚水池 那这个池是闪俗语 若望为他的希腊听众翻译了这个池 并且解释说史罗亚这个名字很有意义 他的意思就是派遣 那他为什么要解释呢 因为这个名字很重要 这个是被派遣者的水池 这个人听了耶稣的说话 去了 在被派遣者的水池里面洗了 跟着就获得了使力 一个新的创造产生了 那为什么耶稣要用泥呢 为什么要把堵没和泥混在一起呢 耶稣他要让人想到些什么呢 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阿当第一个人的创造 是来自地上的尘土 富入的水就是吞没 跟泥土混在一起就变成了泥 将泥抹在核子的眼睛上 其实是将那个人弄髒了 这个可能让他很不舒服 他听到有人在地上涂抹 然后他感觉到有手在他的眼睛上面抹 听到去死罗亚池洗洗白 那那个人的反应可能好不好 好想拒绝 好生气 感觉受到了侮辱 那这个情节不是以一个现实的方式来去讲述 而是以一种强烈的象征的方式来去讲述 这个是新创造的过程 这个人代表的是务道者 接受务道 接受培训 完成培育过程 直到拥有视力 他被重新创造 视觉器官被创造出来 但是他要走的路 是他信仰成熟的过程 直到跟随耶稣 泥土是代表人的受众 被派遣者的水池 让人想起耶稣 他是天父派遣来的 而被派遣者的水池 就是洗礼池 是象征洗礼 在被派遣者的水池里面洗的人 获得了体见的能力 这个是人通过信德的圣事 和基督相遇的故事 可以看到天主 可以完全认识天主 耶稣是世界的光 耶稣能够让我们看到天主 耶稣是父的伟大启示者 他开启了人类的眼睛 人类生理就盲了 没办法认识天主 但是耶稣启示了自己 开始了新的创造工程 聚述里面有一段调查的情节 他们想知道 这个胎生的核子 究竟怎样是获得使力 获法尼塞人质问他 他们问是谁让他看到的呢 他罪述的事件的经过 问题就是 那一天是安息日 耶稣和了一些泥 在几个事件里面 都出现了这个问题 耶稣在某一种的程度上 是违反了法律 耶稣做了安息日禁止的事 但是 这个是一个创造性的行为 看一件善事 法尼塞人议论这样说 这个人不可能是来自天主 因为他没有守安息日 但也都有人反对 认为如果他不是来自天主 又怎样能够做这样的事呢 于是就分裂了 有了分歧 犹太人 他们不愿意承认耶稣 真是让一个胎生的核子 看到了 正因为这样 他们推测 这个是精心组织的编高 正因为是这样 他们于是就找来核子的父母 这里我们到了事件的中心 中心特别重要 这里没有提到耶稣 和那个胎生的核子 指一犹太人 和他的父母 犹太人这样问 这是你们的儿子吗 你们说他生来就核吗 怎么他现在景看见了呢 他的父母就这样答 我们知道 这是我们的儿子 也生来就核 如今他怎么看见了 我们却不知道 他们不想承认 你们问他吧 他已成年 我们不知道 但若望描写的父母形象 和犹太人的形象一样 他们不想接受耶稣 也不想知道关于耶稣的事 尽管基督教的宣讲 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他们仍然希望留在黑暗里面 这就是那些 那些很怕会堂当局的人的形象 但这个细节表现了当时时一个重要的问题 因为犹太人早已已定 谁若承认耶稣是默西亚 就必被逐出会堂 在希腊文里面 他用的是这个字 但这个是一个特定的词 是表示被逐出会堂的人 后来判布了一部类似的法律 不是在耶稣时代 而是在八十年代 当时时一部分会堂禁止基督徒宣讲 将承认耶稣是默西亚的人赶出会堂 赫子的父母很怕犹太人 因为怕 否认证据 于是犹太人再一次将那个赫子找来 他们要求他归光荣于天主 他们说我们知道这个人是罪人 赫子就以一个自由人的身份 毫不恐惧地回答 他是不是罪人 我不知道 有一件事我知道 我曾是个赫子 现在我却看见了 所以我肯定知道 他为我做了些什么 他怎样开了你的眼睛 我已经告诉了你们 你们不听 莫非你们也愿意做他的门徒吗 他最好不要说这样的说话 他们侮辱他 将他赶出去 他被逐出会堂 他们告诉他 你去做他的门徒了 我们是梅塞的门徒 我们知道天主对梅塞说过的说话 而他 耶稣 我们不知道他是由哪里来的 记住这个重要的副词 从那里 连加纳的管家也不知道走是由哪里来的 那个人说 这真奇怪 你们不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 押着开了我的眼睛 这人若不是来自天主 他什么也不能做 但那个人信仰的选择已经成熟了 他选择跟随耶稣 他们告诉他 你整个生于罪恶中 竟来教训我们 接着就将他赶出去 现在那个人又遇到了耶稣 耶稣就问他 你信仁子吗 他是谁好使我去信他 我就是你以看见他了 因为他你才能看见 那个人跟着俯伏朝拜了耶稣 主我信 这个是慕道者信仰旅程的顶峰 被洗礼的恩宠照亮朝拜耶稣 承认耶稣他是天主 是照世的真光 耶稣结束了这一篇讲道 我来到世界上 正是叫那些看不见的看得见 我再自以为能够看到 不需要救恩的人听到耶稣 你们不愿得救 你们不能得救 跟着是关于善目的讲道 耶稣他让人能够看到 天主的拯救工程 这是洗礼的标记 现在由神学方面进一步讲解 这个主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